你在什么前面请让我采访一下 信赖台湾你第一心就当你做功德 你卖客风放奶 哦我抱歉因为你平常讲话上放屁 所以我没有想到你的嘴巴居然挡在上面 我重视新闻自由但小心我关掉你电视台 已经关掉了 听说你胸前的电子只要一拿下来就会说实话 是真的吗 什么工件迷信 我民进党最讲科学 个鬼啦 反核造谣哪里科学啊 非核家园就是为了要让绿电叶子发大财 根本做不到 核电当然重新要启用用用心完成非核家园 赖沈游发生怪怪的 嗯 你看错了 当初请问一下当初蔡英文的私烟案 如果你的 那我要郑重澄清 不是私烟 是超买 平常都很很会发生 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 这就是走私嘛 这一弯多条相约超买的鬼啦 走私就是走私 走私这个说法很为谁先判 我们对于涉爱人员绝不宽怠 后来这个全体涉爱的通通都升大官 可以不能看到这张图是什么吗 这是客运游览车 这么想那就肤浅了 这是我党的重大发明 这是泪火车 不是客运 就是泪火车 泪火车是什么鬼啦 当大家都跟民进党一样智障吗 指路为打是非不分 那可以自己看啊 这张图吗 这应该是垃圾场或者是掩埋场 哦 这是新竹棒球场 哎呀不起 必须谴责高宏安理 不务正业 正式操作 操作去挺 林志坚的蔡主席脑子有动啦 搞得去年选举大败还要我来负责 那你对林志坚的论文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是抄袭啊 全党是非不分啦 不分政党 其实论文都会有引用上的写思 那我们是全力相信林志坚要你战轻 我想今天的党部主席 还有重要的国政要处理 当然是要赶快去变选票了嘛 国政哪有选票重要啦 直升党想有哪些瞎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拜续